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 普通人根本不敢尝试 像现在从80层高楼往下看去 汽车变得像蚂蚁一般 海边的轮船也只有玩具般大小 来自俄罗斯的奥列格 是极限运动里的佼佼者 今天他要和朋友阿布迪 登顶迪拜101层的玛丽娜大楼 整座大楼高达420米 是世界上最高的住宅楼 两人挑选了中午的吉时 在爬了100层楼梯后 终于来到了玛丽娜的楼顶 这里到处都是铁架 可轮到奥列格拍照时 他决定挑战自己的极限 做出一个经济独立的姿势 尽管上面的风十分猛烈 但奥列格却丝毫没有畏惧 拍下这么帅气的照片 也够他炫耀好几天了 顶上还未完工的部分 大约有20层左右 两人顺着铁架一路攀爬 要是换做普通人的话 估计两腿早已发麻 哪里还像他们一副期待的样子 两人最后都爬了上来 这个高度的风景已经很美了 但奥列格似乎还不满足 他要爬到最高上面去 虽然墙体十分光滑 但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三两下就轻松爬了上去 最后奥列格找到一处高点 他双手抓住边缘 顺着墙壁往上攀爬 但这还没完 只见他双手抓住墙壁 从上面爬了下来 为了拍下更帅的照片 他还松开了一只手 单手挂在墙壁上 随后又是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此刻的奥列格内心十分平静 没有一丝的恐惧 在拍完照后 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等到了晚上 但他们在晚上就安分很多了 只是静静观赏着迪拜的夜景 不得不说 从这么高的角度看下去 夜景确实十分美丽 不过猫军在这提醒各位看官 这是专业人士的运动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最后奥列格和阿布迪安全地下来了 不过接下来 他们将要挑战高300米的卡延塔 站在数百米的高楼往下眺望 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普通人可能早已头晕目眩 而作为地表最勇敢的奥列格 则表示只是小菜一碟 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 他把目标锁定在 一座高300米的摩天大楼 卡延塔 两人找了个中午的吉时 便出发了 在经过漫长的楼梯后 终于来到了卡延塔楼顶 刚上到楼顶 阿布迪就已经跃跃欲试了 反观一旁的奥列格 则是把鞋底的灰尘擦掉 防止一切打滑的可能 然后向着对面的框架纵身一跃 动作行云流水 很轻松就来到了对面 这可能对普通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对奥列格这种职业玩家来说 刚才的操作仿佛有手就行 接下来 奥列格居然让阿布迪 把相机抛过去 要知道这是多危险的事情 稍有差错 那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奥列格成功接住了 和奥列格相比 阿布迪的动作就比较保守 他的每个动作 都会确保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 才会去进行挑战 两人眺望着外面的风景 那是种无与伦比的美 就在这时 奥列格突然双手抓住墙体 然后全身向后一翻 就轻松来到了另一边 可紧接着 他又做了个极限的举动 只用一只手抓住墙体 把整个身子都悬挂在半空中 这还远远不够 奥列格又找到一处角落 双手抓住外面的铁绳 整个身子向外面倾斜 要知道 如果铁绳不够坚硬 那后果可想而知 可他要再次挑战自己 原地做起了倒立的动作 连一旁的阿布迪都惊呆了 这得有多么强大的心理 才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在玩了十几分钟后 他们也安全地下来了 这种极限运动是真的可怕 连这么专业的选手 也只能在中午尝试 各位看官千万不要模仿哦 接下来 奥列格又找到了新的目标 这是地表最勇敢的男人 他可以在世界上 任何一座大楼进行跑步 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奥列格 很多人都骂他是疯子 可他全都当作耳旁风 作为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 他要不断地超越自己 这次他准备攀爬迪拜的世贸中心 虽然只高达149米 但这是迪拜史上第一座摩天大楼 非常具有挑战的意义 他和阿布迪通过漫长的楼梯 很快就来到了楼顶 并爬上了最上面的铁塔 铁塔能占人的地方 只有15厘米左右 可这并不能影响两人的发挥 这里虽然不是很高 但底下的汽车也变成了玩具般大小 尽管奥列格和阿布迪的平衡性都很好 可他们这次十分小心 因为此刻已是傍晚十分 天色开始逐渐变暗 两人围着边缘肆无忌惮地游走 心中没有一丝恐惧 随着天色变黑 汽车汇聚成一副车水马蒙的景象 在下面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察觉不到上面居然会有人 两人随后在这里四处拍照 留下了这美丽的一颗 这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 再加上底下耀眼的灯光 奥列格的行走也变得更加小心 不过这底下的风景实在绝绝子 让两人迟迟不肯离去 也许就是这每一处高空的美景 吸引住他们 他们才会去挑战更高的极限 不断地去超越自己 在普通人眼里 这也许是不明智的做法 但在他们自己眼中 这是他们一生的追寻 最后两人安全地离开了 在这猫君提醒大家 他们都是专业的极限运动爱好者 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 各位看官图个乐就行了 千万不要去模仿 反正我是看得两腿发软 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如何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